美国画学院来听我们的人物专项课程 这节课是我们菩萨这一节的第二节课 上节课我们主要是把他人物的上半身给解决了一下 所以说这节课我们把剩下的那些都给他做足了 做足的过程中和我们之前的一节课那种典型的人物画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他的步骤性可能要再稍微多一点 比如复钩还有就是这种白色衣纹的蕴染 这种还有就是背景咱们一个处理整体的把握 因为一旦牵扯到这种背景 它就必须和人有一种图和底的关系 毕竟咱们不是单纯的去表现芭蕉叶是不是 所以说咱们在后边会把这种前后的对比关系 给大家稍微的交代一下 好我们上节课讲到了宋聊时期的他们的一个佛像 这节课我们再往后看 往后看再看隋朝 其实隋唐他们都稍微都差不多 但是你看隋朝的时候 他的这个佛像整体的造型就偏这种板直一些了 就没有你看宋聊时期的那种 他这个稍微生动一些还会显得 姿势虽然比较统一 但是整个的感觉没有那种非常端庄威严的气势 但是到了隋唐时期 虽然面部的表情丰富了一些 但是整个他的姿态就没有之前的丰富 当然到最后时期到明清时期会越来越丰富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唐朝的唐朝它主要是以青铜 青铜还有宿这个金身为主 因为那个时候对佛教包括玄奘 这个经书取过来以后 这个李世民就大肆的去推崇佛教 所以说你看他比较 他就是比较注重那种非常典型的 就是佛祖给咱们的那种形象 佛像给咱们这种形象就是正经微坐 然后满面的这种慈祥 在手上这种姿势也是比较固定的 是不是 这是唐朝时期的 他一个大概的一个特点 然后再往后看 你看到明清时期 他不仅仅是在颜色上 不仅在颜色上 而且在整个这种造型上 也有了长足的这种发展 你看他的这个造型会更加生动一些 包括颜色也更加丰富了 尤其是他后来出现了还有一些那种瓷的 因为之前的都是这种塑像 后来又出现了这种烧着瓷的 咱们的这种佛像 包括像这种的稍微小型一点的 这种观音牵手观音什么的 到绘画上面 他主要是把颜色又长足的给他发展了一些 以前基本上颜色都属于比较朴素一些的 但是总体上来说 他们这个佛像这种基本的这种经典的造型 还有就是他这种比较饱满的这种脸型 手势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是在表现形式上的更加丰富了一些而已 咱们对这个稍作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切换镜头 主要呢今天再跟大家就是把这个用笔 再稍微的去带一下 咱们前期呢造型基本上解决的就差不多了是吧 也不是差不多吧 但是基本上那种造型的意识 肯定是大家呢 对这个有一定的深入的了解了 这个呢剩下的就是需要 咱们通过不断的去对比啊去练习 再把这个造型能力去提高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整整整整个前半段的 一直去讲这个造型的东西 慢慢的笔墨要弄上来了 笔墨上来以后呢 它不仅仅啊 其实不仅仅说是有一个浓淡干涉的问题 之前给大家灌输的思想呢 就是说咱们什么就是笔上什么墨 放到画上什么的位置啊 只要你放对了呢 基本上咱们就大差不差是吧 但是呢咱们不要忘记了中国画呢 它始终还是一种以线造型的东西 无论如何呢 我们都要去提炼这种线的意识 我看大家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这个线条呢 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划出来的变化少 变化少的原因啊 并不是说咱们在绘画中没有这种意识 而是呢我们这个就是忽略了这个线条的 基本上呆得住的一些这种 这种根上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有一个普遍问题呢 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现在这个线条画的细 大家画的细的时候 之前给大家就是带了一个说咱们开发啊 这种用笔的笔度啊笔根这方面是吧 这是一方面 但是呢其实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啊 基本上是水分也要去啊去拿捏一下 你比如说一开始啊有可能啊 你想咱们画一文或什么的 它基本上就是不是那么的去撤这个水啊 不像大家想象的我每画一笔啊 都要把这个然后你看我开课前的画那个 练笔的都没有准备这个撤水的准备 然后现在拿出一张啊去说一说这个水的问题啊 水的问题 你要清楚呢我现在拿的是什么笔 然后我要去画的什么线条 你比如说兼工代写的线条的话 那我肯定要把这个水分稍微的撤一撤 撤一撤以后我这水分呢不是特别大 可以去画这种兼工代写的这种线条了 那可以的是吧这是你需要的一个水分 然后呢我如果需要去这个泼墨的话 泼墨的话那我水分是不是更足一些啊 更足一些的话呢 我就基本上是不去撤这个水也不刮 也不在盘子里边去刮这个墨是不是 然后就直接就下笔 这种感觉 这是呢基本的两种水分的把握 所以说你要认清楚你现在是要画什么样的线 或者是呢去画什么样的墨 再就是呢如果我要画再细一点的线 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是大笔 要画再细一点的线的话 我肯定要把笔度的水分撤的稍微干一些 笔根呢还是要它保留一点点水分 笔尖的稍微的尖一些 然后抓的可能要靠下一点了是吧 去画这个线条 这是细线需要的一种水分和笔的一种状态 然后银这个问题啊 银你只是我不说了吗 之前说过啊 宣纸呢它这种特性啊是非常的敏感的 你只要稍有一点情绪的波动 都会体现在这个宣纸上 你比如说我稍微的犹豫了一下 好它其实立马就银开了 再就是呢你如果对这个笔啊和纸的这种接触力不均匀 你比如什么叫不均匀啊 这就是不均匀 这就是不均匀 带的那种拉丝 这种拉丝呢 它是那种不像我们写书法那种拉丝 它是那种很飘的拉丝 那这样的话或者是你这个起形收 这种感觉也是不对的 是吧 因为它两个差距太大了 基本上呢有起形收 它要呆得住再跟线条呢 它才能够沉下去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 为什么画的细啊都有线条 其实这也是一方面 这也是一方面 一是用力太过于均匀太过于轻飘飘的 其实用这个劲呢 用这个劲它就是一种柔的劲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体会是什么样的柔的劲呢 就是说你这个握笔的力度 握笔管的这个力度 是不是很 不是很用力的去捏这个笔管的 而它用力都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 你有时候基本上都是处于扶的这个笔的状态 那就扶着它就不掉 你看稍微再一松它就往下掉了 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到笔毛是软的 软的的话你就需要把它给 运过去 就是这个笔呢 它是往这边运过来的 不是说 虽然之前教给大家说托笔也是可以的 托笔它也属于是有起形收的 你像这种呢 它是属于逆风起笔是不是 逆风起笔 那托笔它就是属于 它就属于就是虚起实收 你看虚起实收 它也是有这种起形收的 所以说只要是想让你的线条有力量 你必须得做到起形收 其实就是起形收三个字 你只要每一笔都做到位了 你这个线条就呆得住 就是起笔行笔收笔 大家明白能够明白的一个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线条啊 它都是写上去的 而不是说描上去的 不是说描上去的 哪怕是就是再细一点的这种线条呢 再细一点的那种细节的话 其实它也是需要起形收的 也是需要起形收 我的这个麦克风没有问题啊 其他同学的声音呢 觉得怎么样 看看声音怎么样 现在没问题的话 所以正常是吧 没问题啊 那看一下是不是咱们网络那边的问题 因为这边的设备 我每次都是提前调好的啊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试了有半个小时了啊 看一下哈 好 我这边是最大的 比较大的 那是什么问题啊 好 咱们接着说 要不重新进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改善啊 咱们接着说 刚才说的呢 咱们所有的线条 基本上是属于写上去的 所以有一些老画家 它都是说 哎 我的这个 我今天呢 给大家写一张什么什么画 写一张 注意是写一张这个画 所以我们要 从今天开始啊 就建立一种意识 所有的笔触都是写上去的 不是画上去的 只要牵扯到写 你不要去管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它就是有一个起形收 起形收 就是书法用笔 起形收 起形收 而且呢 再讲到这个顿挫的问题 很多同学呢很困惑 他说我这个顿挫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刻意出来的呢 你比如说咱们三十的一些顿挫啊 三十的一些顿挫 哎 我画一个我画一个三十啊 简单的画一个 哎 你看三十 它顿挫的位置都是什么地方 都是什么地方 你看 它顿挫的位置都是它转折的一些地方 是不是啊 所以说咱们的顿挫其实不是刻意的出来 你如果说这样去 它也叫顿挫 是不是啊 但是它顿挫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形转折的位置呢 哎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注意比上这个顿挫 你只是需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有转折 那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那不就自然的有这个顿挫了吗 而且线条要沉稳下去的话呢 你确实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手腕上的这个力量的 你看啊 我如果不用劲的话啊 我如果手腕很平直的 我虽然是捏笔是很轻的 不用劲的话 它这个线条是这样的 是不是 它的线条是这样的 如果我满片的这个画呢 画下来 它整个线条 它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我都是属于一种比较缓的这种感觉 这是我整片的一种线条 但是呢 你随着你画画的过程中 你情绪上面包括感受上面呢 它都会有一定的这种波动 这种波动呢 就构成了我们这个线条的这种节奏感 我有可能前两笔 你看这三笔 二三笔来说啊 我有可能第一笔 我这个力道很大 力道很大 笔压的比较厉害 那到了第二笔呢 我就有意思的啊 也不是有意思 就跟类似于条件反射一样 我刻意的去给它区分一下 这一笔它就变成了稍微细一点的 另一笔呢 它就又变成了虚起甚至虚受 其实这种东西啊 它都是在咱们练习中 练习中呢 去也不是说非常刻意的去找 就你这个节奏这个东西啊 你刻意是刻意不出来的 在练习中的去感受这种 去感受你 就像就像你听一首歌 是吧 听一首歌 听着听着它有这种起伏啊 有这种比较缓慢的这种地方 所以说线条它这个东西呢 它都是说有节奏感的啊 你如果想领好一个画 领明白一张画 那你没有这种节奏感 你还是用非常平滑的 非常平滑的 非常就是温和的这种情绪去画的话 那其实它到时候画出来啊 它还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啊 这是说啊 牵扯到这个线条的一个变化问题啊 这也是平常的困惑大家的一个点 所以说哎呀点评老师啊或者谁也好 都会提到咱们这个问题 甚至呢有可能贯 贯穿了我们好几期的一个问题 就是线条的这种啊 你这个没注意顿错变化啊 是吧 注意注意顿错变化 注意顿错变化 但是如何去注意呢 你要刨根问底的话 一个是它的形 你要把它的形画出来 你比如说我去画一个形 它本来是很圆滑的 它就不需要这种顿错变化 是不是啊 画眉笔不出尖 下笔都是点 什么意思啊 画眉笔不出尖 画眉笔不出尖 下笔都是点 尖这个东西它不就是 没有这种这种就是 它不是虚入的吗 虚入的它不就出尖了吗 再就是你要空中落笔 你空中落笔它才能够出尖 你直接在这个下边下边落笔 它能够出尖吗 不能啊 所以说它还有一个就是空中落笔的一个动作 你看我有时候画画啊 我是这样的 我是甚至呢 我从这个毛毡画过来的 我不是说 你比如说我这个点 它确实在这出来的啊 我不是说我从这个位置往这边画 我是从这边贯穿过来直接画进来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个惯起的过程 线条太粗怎么办 太粗的话就是你压 你都是压 你都是往下压 就是还是没有节奏 是吧 你看我我都是往下压的线 我都是往下压的线 我都是往下压的线 它肯定就是都是比较粗的 是不是啊 你看我第一笔 我有可能往下压了 我第二笔呢 我第三笔 稍微轻一点 这就没有关系 而且呢 它每一笔的形状 它会有那种偶然的那种变化 它不是说刻意的 我这一笔是什么形 虽然我都有起形收 我都有起形收 我不可能 我这三笔 全是一样的这种节奏吧 是不是啊 什么时候粗 什么时候细呢 一般情况下啊 像我们这个 关于身体结构的位置 就画到身体结构 你看脸上的话 结构转折处会稍微粗一点 其他的一些位置呢 稍微细一点 到衣服上的话呢 它就是贴咱们衣服型的地方 紧贴我们衣服型 你比如肩膀上这个 后背上这些线 紧贴衣服型的地方 它会粗一点 其他的位置 像轻飘飘的线 它会细一点 白衣服这儿 它会略微细一点 重的衣服这儿 它就略微粗一些 中锋怎么做到顿挫啊 中锋的顿挫 其实用笔啊 确实是 基本上都处于中锋的 确实 你看中锋的话 顿挫 它就是随着你转折 它不就有顿挫了吗 是不是 你只要转笔 你只要转笔 它就有顿挫 它这个地方就叫顿挫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没有顿挫呢 我告诉你啊 你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我再拿一张纸 什么时候没有顿挫啊 就是你不画转折 你躲着转折走 你画的都是这种 这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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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肯定就没有转折啊 没有顿挫啊 是不是啊 你看 你一定要就是一笔下去以后 尽量是把它这个转折画出来 它不就有顿挫了吗 你看这上面上下两种区别 是不是很大啊 哎 你哪怕这边稍微的 给它没有没有没有顿挫一些 所以说咱们有有时候 这个眼界比较狭窄 就是说看线条呢 一般就只看到一个 还看不到一个转折 是不是啊 看不到这个转折 你基本上你看我现在的话 一眼望过去 我能看到五六个转折 它这个随着我画的过程中 它的线条就 顿挫就大有了去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咱们就是练的少看的少呢 就是这个眼 就眼睛啊 眼睛就 比较窄 你要在练的过程中 慢慢的给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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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哎 放大到整个全局 啊 就看到的转折太少了 你老是去画它那种横平竖直的线 那种线其实是最好画的 但是呢就没有那个啊 就是没有中国画的那种意思 哎就像铅笔画的啊 就像千字笔画的 线条好难啊 你练你不难肯 你不练肯定难啊 不练的能难吗 能容易吗 不灵动就是因为啊 不灵动就是因为太拘谨 太紧的感觉 紧之前说过就是因为超 因为怕犯错它就紧 你抄了以后 你老盯着它 它低比它这个地方有个小飞白 你都要哎呀 它有个小飞白 你你都要 它这个地方稍微细一点了 这个地方稍微粗一点了 你老盯着它这种地方看 你画画的肯定是很死板 你要写自己的名字 我问你你还会死板 你写自己名字非常潇洒很流畅 所以说你像这种地方的话 我如何不抄同时要把它画出来呢 他这样就不死板了 他同样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同样是一个型 是不是 因为画家在画的时候 他也不会考虑那么多 他也不会说我这个地方 我要留点非白 我这个地方我要稍微细一点 我这个地方要稍微粗一点 他下笔的时候 他也是就是比较随性的 其实说是 你看这两个它不就是一种区别吗 是不是 你扣扣扫扫扣扣扫扫扫的 它是很紧 看起来 肉和皮是很像 它里边不像 它这个气就不像了 不抄不行啊 你还是踏不出这一步 老是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 我让你不抄 你就哎呀不抄太累了 不抄不行啊 那咱肯定是吧 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 你必须得踏踏出这个舒适区 让自己是难受两天 难受两天以后呢 你就慢慢的 就跨过这个坎去了 知道有变化 你这个 你知道和你画出来是两码事 我不说了吗 为啥有时候我们需要去 在不画任何物体的情况下去练这种笔呢 去练这种翻味啊 去练这种线条啊 去练这种凸细啊 因为咱们是什么都不画 所以心理上没有压力 你一旦就觉得我要画这个形了 我怕犯错 我就你就不敢那么画了 但是呢 你练还是要去练的 线条呢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这样去练的话 一周就能改过来 一周就能 就会有很大的用改善 首先把心理压力抛去 然后你就在什么都不画 那就在那刻意的练线 你练的过程中呢 哎感受这个线 感受这个毛笔 感受这个笔上的墨 哎 你就感受就行了 你感觉 哎 总有一天 你跟这个毛笔就联起来了 啊 就联系起来了 你就知道 哎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是什么样的墨 是不是 哎 这个都是需要练的啊 好的同学呢 觉得哎呀老师讲的东西啊 挺好 但是呢不适合我们 我跟你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给我讲一堂课 直到节课的时候 我有有好多 有80%的东西 我都听不明白 但是呢 我在随着日积月累 一年一年的在画的过程中 突然有一天 我感觉到了那个东西 我突然就回想起来 我老师跟我说过这句话 那个东西他才是比较有价值的 这个东西他都是需要消化的 并不是说我给你讲了以后 然后你啊 原来这么回事啊 行明天该吃吃该睡睡 然后画的时候呢 该怎么画怎么画 那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啊 那你让天王老子来给你讲 那你也不会 是不是啊 哎 那也不行 你你这个手上的东西是你自己的 啊 当然好多东西说哎 我我来学习我是 就是我就是来这个放松放松的 我是业余的 我也不追求画多好 那没有关系啊 是吧 你当你最起码你知道 比你不知道强 比你在别人说起来的时候 你还有有这种啊 你知道的话 你还能插上两句嘴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后边的这个东西给他解决啊 后边的后边任务 他有个东西叫做 那句话怎么是 知难行义和知义行难 哪个好啊 眼高手低和手高眼睛有哪个好啊 哎 有同学就算不明白这个账 就只看到眼前的啊 这点状态 我现在不行 我现在画不好 啊 哎 我后边我没有兴趣 为什么没有兴趣 是因为你画不好 你要理清楚这个因果关系 是因为你画不好 所以你感觉没有兴趣 你画好了你会很有兴趣 我现在画好了 我感觉很有兴趣 我随手都可以画一点什么东西 只要我能看到的 我能找到的照片 我都我都可以画一点什么东西 我就感觉很有兴趣啊 很有意思啊 我就可以触碰到很多的点啊 是不是啊 他都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 线条东西我们后边会再接着讲啊 不会说讲一节课就不讲了 包括呢 有一些这种观察的方法 还有一些就是如何让他连贯 如何空中落笔 还有就是他这种全局的意思呢 咱们后边会慢慢的去建立一下 好 接着上节课的 先把这个身体上的线条解决掉 调墨的话呢 调到这个中墨 中墨偏重一点 偏重一点 但是不要太重啊 不要太重 也不是说练十年二十年 其实咱们刻意的去练习的话 提高是很快的 比如我线条不行 那我就专门练线条 我连颜色我都不上 是不是 我五官画不好 那我就专门练五官 这个跟会根关系不大 会根这个东西18岁之前管用 18岁以后就不管用了 好 咱们接下来再画的时候呢 就先画前端的 你看上节课把它的这个腰带上半部分 是不是勾了一下 大概勾了一下 然后现在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 红色的 就是朱砂色的这个腰带 给它系上去 调墨调好了 调好的话呢 先从前边开始画 前端 这两个带子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看准了 看准了它的形成靠我们的记忆力 靠我们的记忆力去法 你就看一眼 它是转折的位置在哪个地方 哪怕跟它有点不像 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不是 因为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一带嘛 它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这种 对于造型这种要求 但是呢 你只要知道有起形收 你这个线条 它首先要立得住 是吧 我只要立得住以后 我再去求变化吧 我们不要求说是 一次性就把这个东西给吃胖了 是吧 我先把这个力度解决 关于起形收呢 它肯定是有 你看虚起 实收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这种的 实起 虚收 甚至就是 实起 实收 其实跟我们讲的那个公比的线条 一点都没有这种区别 只不过呢 它对于这种线条呢 要求的更加的随性罢了 是吧 哪怕是很小的一笔 你看很小的一笔 虚起 虚收 它也有这种东西 是不是 然后后边这种线条 你看前边的一带 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你基本上看一眼的话 不行你就多看几眼 一直盯着它盯着它 然后你觉得 我记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木石星际 到转折的地方呢 就裹断一些 你这个线条啊 它就比较自然了 一条线 再看第二条线 看第二条线 无非就是记住它这种 宽窄啊 是吧 从哪边绕过来的 一定要有起形收的这种意思 从这些课开始呢 你就心里梦点起形收 起形收 起形收 就可以了 为什么有书法底子的人画画上手块呢 因为它对这个线条的感悟啊 肯定要比你深多了 线条 书法里边永远都是也是起形收起形收 没有之一没有例外 是吧 把这个开心解决一下 把这个开心解决一下 第一根解决了以后 后边 后边呢 其实有时候 咱们还要建立这种勾勒的意思 勾勒可以后边再说啊 就是说勾呢 你可以理解为从上往下去 这叫勾 勒呢 你可以理解为从下往上去 这叫勒 所以说 有时候这种运笔的方向呢 也能够增加我们线条的这种表现力 你比如说我下边 我就从下面往上去画了 看清它的转折处 这也是可以的 是吧 也可以从下往上画了 你如果想让它粗一点的话 你就停留的时间略为长一点 它也能够产生这种粗细变化 当然这种略微停留时间长了 不是说你按着这不动 它就停留时间长了 你按着不动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阴成一个圆点 是你慢慢的动 后边快一点 也能够形成这种粗细变化 你画每根线条 你都在去观察 你这个用笔的一些细微动作呢 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变化 这样的东西积累多了以后 以后你想要什么线条 你直接就可以从你的脑中提取出来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动作 甚至呢有时候就下意识的 是吧 脱手而出了 对水浒的叶子的线条 你别看它就像是那种平直的线条 它其实这种起形收是非常明显的 对我熟悉我这个纸 我感觉我这个纸是什么样的 我就控制什么样的水分 如果我的纸很阴的话 那我肯定这个水分控制的稍微干一些 是吧 如果不太阴的话 我就可以大胆的让这个 就是甚至不用去撤水 所以说 这个是根据我们自己手上指的那个纸性 你的纸性呢 你需要去了解 它什么样的程度会阴到什么样 你可以在画质前来先试一下 你比如说接触了一个新纸 试一下 我现在这个纸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笔上什么样的这个水分 才能达到我想要的这种效果 肯定不是说我这边测两下水 你那边测两下水 咱们用的纸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吧 笔的大小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那没有一个非常统一标准 把这个赶紧画上去 这两条呢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需要讲的点 都是两个丝带 这种东西 然后就可以啊 把这个 它下半身这一块给它交参上去了 那里边这种呢 它这种 比如一代啊 还有这种附属的英文啊 咱们可以待会儿再去找 代就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哪些地方实 哪个地方虚的问题 哪些地方实呢 你像 它这 它这是一个腿的形 是不是啊 它是一个腿的形 它的外形啊 其实是稍微实一些的 就是外轮廓 就是咱们一开始就强调那个 简眼神会稍微实一些 再就是呢 它关乎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形 像腿的 小腿的这个形 你看里边这种 一文的话 它就相对来说 会略微的虚一些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包着 包着的是什么呀 包着是我们实大实的 这种身体结构 好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腿画一下 画的时候呢 它的基本的形 你需要再提前去检查一下 它的焦点的位置啊 然后不要忘记 我们所强调的这种 起形受 起 这笔过来以后呢 你可以啊 把从它这种一文的往后画 从一文往后画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是全都按照一种方向 这也属于是一个外轮廓的一个范球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这一笔 你看它就会比较方硬一些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它有膝盖骨 有膝盖骨 膝盖骨呢 是一个实打实的结构 它会转起来方硬一些 而且呢 要注意膝盖这种形 它这个就是一个 这种 有点盯头树尾的感觉啊 逆风其笔 然后你看顿挫的地方 你就略微停留一下 转折它就有了这种 顿挫 是不是 你可能刻意出顿挫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精力放到形上去 放到形上去 然后放到起形收上去 你这个线条的质量它就有了 不要去盯着这个线条去看 我画第二遍跟第一遍 它也不一样 是不是 它不会说是 你跟它抄的一模一样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皮像肉皮像 最后还不连贯 到膝盖 膝盖回来以后呢 这是一个属于是空转了 往里边走就可以了 总忍不住想沾墨 画这个线条的时候呢 你这个笔如果太干的话 现在你的线条不适合用太干的笔 那你肯定要沾墨 是吧 但是呢 你画着画着 你这个地方需要干笔了 你手上正好是干笔 那你就不用沾了 这还这么简单的道理 还不明白吗 这都是相对而言的 好 然后接着 往我们这边走的话呢 就是它一个 从膝盖上披下来的 你看它膝盖是顶起来的 所以它这些纸呢 都是放射状 往我们腿上走的 顶起来的地方呢 就是没有纸的 比较光滑的 然后虚起 有点转折 这边比较整的话 相反它的上方就要稍微碎一下 这也是基本的一种虚实的对比 和这种输和密的对比 什么石部线条该直 什么地方该弯曲 它 你看它的绳 它这个地方是直的还是弯曲的 你的笔是随着绳走的 它不是自然就有了这个直和弯曲了吗 好 接下来呢 再往后走的话 就是它后方 你看小腿这一部分 这几个者 是不是 小腿部分呢 咱们可以啊 从它的下端往上画 比较好 你看下端呢 它处于是前端的位置 后边这几个者呢 都是位于他们的穿插后方的 所以说呢 基本的这种规则啊 都是你看从前往后画 是吧 从前往后的 来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 从前往后去走 所以在独画的过程中呢 这种用笔的这种先后次序啊 也非常有关系 你一开始画的那个线 它肯定就是笔上的这个墨 是比较饱满的 后画的它就会稍微干涩一些 这个感觉就是你看到它什么地方转 那不就是你感觉它哪个地方转吗 这有什么结论啊 它这个地方是转折的 是有转折的 那肯定它就是转的 你这个笔跟它转的走就行了 没有强调感觉 就是看的嘛 你看到了 不就可以了吗 异常烂麻就是你没有理清楚谁前谁后 我刚才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先从上边是吧 还有就是从前边往后画 已经画这么慢了 怎么还能乱呢 好 然后看另一个腿啊 另一个腿 另一个腿 注意它起笔的位置 也是从腰的这个位置走的 它这个呢是属于是虚起 虚起 慢慢的往这边收 我这个指和大家的指有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我行笔的时候呢 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看 会稍微慢一点 同学们画的时候行笔要略微的加快啊 再就是根据你指的情况 你去做一下判断 如果阴 那咱们这个行笔的速度 是肯定是没有一个 肯定是不同步的啊 你看后方的它这个指 就是 从右边往左画 是吧 从右边往左画的 剩下呢 你看 左边这个膝盖 它是不是也是一整条线啊 右边这个呢 你看 右边这个也是一整条的 你看到转折多了以后 你画出来的线条 它就自然有变化了 线条 还有一个结构 使人脑子里不清晰 没有体会 对 结构这个东西就是前后嘛 空着一个角 把这个角稍微空一下 然后把后边呢 它这种 劈下来的这个线条 往后劈的这个线条 这个线条你在画的时候 你看你在画的时候 你看你在画的时候 你肯定起笔行笔 看到转折 自然的转折 往后走 当然它还有一个调风的过程 你比如说你在转的过程中 风散了 那你就呢 稍微的带一点颤笔 你看 比如说我转的过程中 哎 风散了 稍微带一点颤笔 给它转过来 就把这个风呢 调过来 调到可以万豪其利的那种感觉 你肯定不能说 我这个风已经散了 我再拖 拖不动了 不然我就生拖吧 那肯定也拖不过去啊 有一个调风的过程 确实是老纸啊 正常这个纸是略发黄一些的 就是这个灯太亮了 好 先换完外边以后再去找里边 你看咱们永远都是从外边 然后再往里边走 没有说是我先从里边这条线 开始慢慢的往外滑的 是不是啊 都是从外往里 从前到后的这种刺势啊 然后看一下 它这个腿呢 盘过来以后 齐笔的位置 剩下的一根线条往后走 这种前后的穿插 先画前面的 再往后边的 怎么调风 先画的 我说一下 调风不是说转弯 就是你的风倒了 你给它扶正就是这么容易 就这么简单 你看我过来 这个风现在是摊的 是不是啊 摊的我如果往这边走的话呢 那我让它站起来以后 调两下再往这边走 它不就风又正了吗 捏笔管也不是 那是捏管 捏管和调风是两个概念 我过来以后 它这个风就是它的嘛 是吧 它的呢 我起一下 往这边走 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这个树弯钩 树 树 树折钩 我就需要调一下风 往这边 折过来 如果我要不 不调的话 就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它出不来这个平的这个形 有的呢 它也能出来 只不过它对这个风呢 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你看我们 基本上 需要往回两笔 把这个风呢 再给它弄直才能出这种感觉 这就要调风 也就是 起来以后 给它调整调整 让这个风呢继续保持 是中风行笔 有弹性的 好 这几个线调完了吗 因为你的风 躺下去以后你就使不上劲了 对吧 使不上劲就要把它调整出来 好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外形 基本上画的差不多以后 你看里边 是不是咱们还有一个腰带的这 腰带的这种线条 还没有给它加 那我们呢就把剩下的这个加上去 依旧是记住 起 行 修 而且要迅速 不要拖泥带水 嗯 就是一个这种 袋子 是吧 袋状的东西 里边添加了一个点 不抄是 不去抄它 笔上的那种粗细变化 以及呢 是不是非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是不抄它的笔形 是 但是呢 要去抄它的形 不抄笔的形 能明白的意思吗 不抄是不抄笔的形 就是用你自己的笔墨去画它的形 明白了吗 这有那么难理解吗 这东西 你看这个木下同学的这个理解力啊 不抄就是记住形 用自己的笔法进行线条 运行线条 对啊 好剩下的 就是你把注意力盯到你的画面上 而不是说把注意力呢 放在它的这一笔是什么样的 哪个转折 哪个哪个地方凸 哪个地方细上 因为它出笔 它出手也是随机的 你不可能抄的很像 抄的很像 抄的很像的也没有什么用 把里边这几个小底加上去 为什么咱们画的费劲啊 画的慢啊 而且画完以后呢 还感觉累呢 之前不说了 就是因为你抄 剩下 接下来我们去画它这个空隙里边 这种小的飘带 是不是啊 小的飘带 这个呢 你就看住它的形 看住它的形 而且呢 像这种东西 也不一定 非得要跟它画的一样 我往上来敲一点 是吧 我往下来一点 哎 转弯 让它这种变化呢 更加的灵动一些 看来我说话还是不接地气 你看这木下同学说的啊 我说的那个没那么难理解 我说就是用自己的笔墨去画它的形 这不和木下同学说的是一个意思吗 因为这个佛像啊 都是要画出那种比较饱满的感觉 所以呢 它就会略胖 微胖啊 微胖 这种问题呢 你问我是没有用的 因为祖传下来的佛像都是这种感觉的 把这个带回去 所以说以后你不要盯着 你不要盯着我的笔毛的弹性 以及呢 我哪个地方有个细微的动作 你这是没有用的 你只要去把注意力看在我画在哪些形上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你在看视频的时候 或者是看回放的过程中 因为我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我的笔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就像是一种错觉一样 所以你把你注意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只注意呢 是什么样的形 是吧 它大概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墨色就可以了 然后起形收 那不是得了吗 你下笔要有起形收 要有节奏 然后呢 你不要去抄它的形 用你自己的理解的那种节奏 理解的那种转折 你去画 那就比较顺畅了 你画什么你都会很轻松 好 剩下的一些东西呢 你看它这个角 是不是啊 咱们需要再把它增上去 这个角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地方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那种套路啊 稍微小一点别 调弹幕 周末偏淡一下 你看要理清楚啊 它这个整个腿伸过来 然后脚后跟在哪个位置 你看脚腿过来以后 它的这个脚后跟啊 基本上是停留在这个位置了 脚后跟呢 是往外突的一个形 对不对 往外突的一个形 然后脚后跟有了以后 去找它的这个 脚掌 也就是说脚尖的这些位置 脚尖的这个位置 画手指头 画手 要画这个 嗯 手掌 以及呢指尖的位置 指尖的位置 就决定了你这个 脚的这种大小关系 是不是啊 来看一下脚尖的位置 而且呢 大拇指到小拇指啊 它有一个这种弧度关系 好 有了这两个点以后呢 这只是定点 然后我们看 它的这个脚的这个形 脚后跟过来以后呢 它会往里边稍微凹一下 这个地方就会遇到脚心了 是不是 脚心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 就到了我们脚最宽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其实只有一个骨头啊 也是脚掌的一个位置 这就等于从这个点到我们脚后跟 这就等于是脚掌是不是啊 脚掌的地方 脚掌前边呢 就自然而然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五个指头 具体的比例 具体的比例我也说不清楚啊 它其实有些磁化没有那么 死的这种比例 人和人它也不一样 是不是 不要把这个理解那么死 你只要看它 看你在格子的这种位置也是可以的 去看它这种大小 手掌呢 基本上是一个脸大 不是一个头肠 是一个脸大 脚掌的话 它还没有说是非常确切的 然后后边呢 到这个 就是脚的话呢 我们有了这个七笔点和瘦笔点 然后给它点起来 脚的大拇指肯定要稍微粗一些啊 大拇指粗一些 顺便把指甲夹上去 剩下的几根呢 在画的时候要注意 它们是形成这种弧线的关系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脚趾尖 要有这种弧度 每个脚趾尖之间的联系啊 一二三 让不要画多了 四 然后最后来一个小拇指 再往咱们的左上方走呢 就是把它这个脚掌连起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脚肯定是比手长啊 手跟脸差不多长 脚肯定是要再长一些的吧 手是一个脸 就是从咱们下巴到发际线 正好是一个脸长 当然这也不是说非常的死的一个规定 也有特殊情况在 这搅画以后赶紧扣一个1 跟头长差不多是吧 这个我还没有搜一照是非常确定的这种比例关系 好我们线条呢 你看主要线条基本上解决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把剩下的这些东西再加上去 那任务就比较简单了啊 剩下的话呢 你像从它这个前边的瓶子开始 墨色用中哦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太重 瓶子就没有说是非常 瓶子就没有非常这种 这个要讲的点了吧 基本上画对称就可以了 两边 听话小口啊 画这种小瓶子也要有体型收的啊 之前那个形不好看 稍微改一改 让它肚子稍微宽一下 预定屏 是吧 把这瓶子赶紧交点上 把这瓶子赶紧交点上 用勾勒的方式 把这个 柳页六月勾一下 注意在勾这种小叶子的时候呢 也要体会我们运笔的一个起型收 好 加开速度 后边 过去的这个一文 甚至前方呢 它这个 穿过瓶子的有一个铺在地上的一文是吧 这个就比较好换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去画一些关键的地方 就是复钩 第一遍呢 用稍微淡一点的墨 到第二遍的时候呢 就开始 用稍微重一些的墨呢 去确定我们人物 他这种表情啊 点睛啊 是不是 重一点的 这种地方 把这个图呢 放大 这一步呢 大家在画的时候 也不要过于紧张 一旦你紧张了以后 不自觉的这个线条 就会颤 就会抖 是不是 反而呢 有可能我们前边有可能画的还不错 一复钩 那就够坏了 调墨的话呢 又就是用重墨 重墨偏重 水分一定要把握好 而且重墨呢 他这个里边含胶比较多 所以阴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你注意呢 把我们比度的这个水分 测一下就行了 宁可呢 你画这种位置略微干一点 是吧 略微干一点呢 你还可以 去再调一下这个墨 太湿了以后 一下笔就回了 好 好 我们先从他的这个眉毛部分 找一下手感 就是眉毛的中间可能会略微重一点 虚取虚收 一定要下笔呢 稍微快速一些 两个眉毛都是虚取虚收啊 都不能操啊 就是都不能操 不要去操 眉毛没有什么难度啊 好 接下来呢 就把他的这个上眼皮 复勾一下 复勾的时候 其实也是啊 用到了我们虚取虚收的这个镜条 你就盯着你的画 这时候就不要再去看那个案例了 你知道哪些地方勾就可以了 虚取虚收 两侧 然后眼珠部分 他这种狭长的眼睛呢 眼珠只看到是不是一小部分啊 所以咱们注意呢 他这个 眼珠的一个大小 大概呢占我们眼睛的 多少啊 一半的位置是吧 盯着自己的画就可以了 换完左眼去换右眼 换完左眼去换右眼 换完眼睛的话 你看鼻子里边呢 其实他这个线条也要有这种 虚实 虚实感觉啊 鼻头这一块啊 他不是鼻弱悬胆吗 鼻头凸起来的这个位置 稍微复勾一下 还有就是鼻孔里边 再就是呢 一点点这个 咱们鼻翼的下侧 鼻翼下侧 鼻翼下侧一点点需要复够 怎么能不掉这个眼珠 你把下眼瞼兜住了 它就掉不出来 很多人画的这个眼睛呢 下眼瞼感觉都没有了 只看到了一个上眼瞼和黑眼球 它眼珠子就掉下来了 就是你的黑眼球 不要超过下眼瞼画的时候啊 一定要让它包住了 它不就不掉了吗 一直用意念画画 好 然后呢 就是嘴角这一块啊 嘴角这一块呢 它肯定是啊 前端的 你想上端的这个唇珠的位置 会稍微重一些 所以呢 我们先画它 两个嘴角再去强调 这就是两个嘴角是吧 下嘴唇的话呢 就是只强调它前端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一小点 这样这一点就可以 额头上呢 有一个小红点啊 就是它的 给它加上去 不吸水不跑水 咱们没有吸水啊 比度的水都吸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前面说过 你要了解你这个纸的性能 它是适合什么样的水分 耳朵这一块呢 强调上侧是为了将这个头发和我们的耳朵区分的更开一点 调调完了五官以后 其实脸部 你看额头的这个位置 也要重新的再给它梳理一下 起行收啊 同样有起行收 你看我脸型的左下方凹的有点厉害了 我就再往回给它收一下 如果你们的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收啊 这就是呢 它脸部的这个下颌这一块 是不是和头发有一个交界线 这一块也需要去强调一下 强调的 所以说强调都是哪些地方 一些它们有叠压 是吧 需要去区分的地方 其实强调呢 就是为了去区分 人物的脸和手是淡墨 但是呢 它在淡墨的基础之上 也会有这种虚实的变化 不要叫这个汁啊 让你看有好东西说 哎呀我这个脸画错了 没法改 你看我那一笔画多了 我再收回来 收回来一笔重的 它其实之前的那个地方 就像一个这种 云染的感觉 所以你就大胆的改 只要你的 这个形是淡的 它都是可以收回来的 不是说国画 没有办法改 我有时候会 拿出我十天半个月之前的画 拿出来改 因为你的体会不一样 好这个公安以后 然后你像他手 这个食指和我们的拇指交界的位置 也是需要去再去区分一下 那都是区分的地方 还有这种手掌和我们手腕交接的位置 是吧 也是处于呢 结构的那种前后穿插处 去强调一下 这种前后手指的叠的位置 如果不强调 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形 如果你把它这种前后加强的话 它这个层次感就有了 手上呢 基本上就这几个位置 关键点需要强调 你看你强调了以后 它就精神了 是不是 不强调它就是一个比较弱的形 这是主要的地方啊 你像一纹的话 就没有必要说是 再去把他们这种前后穿插 再强调一遍了 因为它不是我们主要突出的对象 我们突出的就是头和手 是不是要搞清楚这个目的性 接下来需要勾的地方呢 还有剩下的它这个脖子里边的一个装饰品 是不是这个比较好办啊 这个拿我们稍微细一点的笔 然后调一个 周末偏重一点的墨 周末偏重的 可以从外往里画 优优独播剧场 剩下的这几个呢就是串珠 还有他手上的一个串珠也同样加上去 笔封长的还行吧 跟画什么东西 淡墨画脸上色泡沫 浓墨画脸上色泡沫 但为什么我这个就不跑呢 是不是太焦了那个墨 水一冲就跑了 太焦的墨不行啊 不是说不加水啊 太焦的墨它肯定会跑的 你去拿去托表它都会跑 比如说上色了 不要用焦墨是用重墨 又画成男人了是吧 成功的又把它画成男人了 它是雌雄同体的啊 勾线长风好用 你要写楷书啊 或是那个那什么就是短风的小胖笔 小胖头的笔好用 这够完了吧 这没有什么难度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换大笔 然后画这个芭蕉叶 你看现在人物整个是以线条为主的 是不是人物以线条为主的话 后边就要有块面 而且呢你眯着眼睛看 后边其实是没有说是 那个那种非常跳的白往前跑的 所以说呢 后边要比较整体才行啊 后边要很整体 前面呢把这个人给挤出来 这个需要我们先去勾线 是吧 先去勾线 然后再把这个花椒叶呢 泼上去 调墨的时候呢 因为它处于后方 所以在调的时候啊 调这个中弹墨就可以了 或者是笔尖呢去调这个中墨 去调中墨 稍微把水测一下 因为你现在还不是去画这个 去画它的那个墨色 只是去勾线 勾的时候注意起行收 看好了它的这个位置 其别 最好是啊 比较畅快的一条线勾下来 你随着它转折的地方去转 它自然就会有这种顿挫 粗细呢自己把握好 这是第一条是吧 后方又出来一个 稍微平直一下的 然后呢 你像后边它这个 穿过来以后啊 虽然有一点遮挡 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点这个尖 质感的尖 好 封屋宇同学替我回答你了 这种比例的问题呢 我真的平常不会去考虑 它们到底是几个头长几个头宽 因为这些东西太死板了 你就算就考虑了 有可能也不会画准确 而且呢 反而会给你帮倒忙 你只需要去对比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跟数 做数学题一样 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公式 我直接套就行了 不是这样的 你只要准确了 它无论是几个头 它都是对的 是不是 它要的是准确 不是说要的是确定的一个比例 要的是一个舒服 它放上去呢 它感觉呢 因为咱们每天都会见形形色色的人 你一个地方不舒服 它立马让它看出来 不要把这种东西规定的太死 勾完以后啊 然后还是大笔啊 调墨的时候 我们笔尖和笔度去接触这个墨色 笔尖和笔度去调墨 笔根呢 让它保持是水 这时候就是测封用笔 用笔的时候啊 要注意千万不要画到人物里边去 你水太大了以后 有可能就进去了 所以你跟人物一开始呢 要保持一点点距离 保持一点距离 笔触之间啊 要有一点变化 你不要上去以后 是个五厘米的形 三厘米的形 然后下一笔呢 还是个五厘米的形 三厘米的形 它们之间要有一定的这种区分 还有笔触与笔触之间 尽量是有点叠压关系 你不要排排做一笔一画的 一笔一画的摆上去 你在花鸟里边 在山水里边 在这种基础刻里边 应该会有这种意思 并不是说一小排一小排的 像是排队一样去摆上去的 对前方的这个稍微重一些 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弹中墨 中弹墨 相反的方向 拖过来 起形收 其实这个就像我们浮批寸一样 也是要有起形收的 如果没有起形收的话 这笔上去以后就太飘太滑 每一笔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沉沉着的 越往上呢 其实就越小 拉出非白挺好的 非白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是笔太干的情况下呢 会有非白 水少 因为我们第一个是这样的墨色 是不是 第一个是这样的墨色的话 后边呢 它这个要给它有点区分 那下面这个呢 要比它淡一点 不要淡太多 不要淡太多 要比它稍微淡一点就可以了 你比它重也行 但它俩呢 差点不要一样 差点 差点 收笔收不住 你是直接就飞出去的吗 停住就是收笔了 你看 我画这一小笔了 往回崩一下 往回崩一下 往回稍微的去踢一下 也不用考虑太多 只要你的笔形和墨色 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前边的两根呢 也要给它来一点变化 你比如说第一根 靠下这个稍微重一些 后边那个呢 稍微淡一点 到人的这个位置 稍微小心一下 它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 就是为了呢 咱们后边这个色块 后边这个大的墨块 把人给突突出来 把人给挤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有些时候呢 它这些背景的安排 没有说是完全为了故事情节 它就是为了画面的需要 后边加上去 为了画面需要 你看 无昌硕 它把一年四季的花 都放到一张画里边 它能有什么安排 它都是为了画面 有些地方呢 是有道理可行的 有些地方它就不讲道理 它就是 我这个地方就需要这样一个色块 我可以不是芭蕉叶 我可以就是直接画成淡墨的形 也可以 我可以画成云 对吧 都没有关系 它也是需要色块 但我觉得呢 有可能芭蕉叶 合适一些 基本上都铺完一遍以后 然后趁它半干不干的时候 半干不干 再去勾这个它的液晶 光上墨呢 它看不出什么 勾完液晶就好了 把这个迅速铺完 迅速的铺完啊 咱们下边呢 你看还有一个这种 10B 是不是 10B呢 就不需要用太大的笔了 咱们的这个小货间货笔就可以了 条墨 因为它是前方嘛 可以 用我们的这个 中墨偏重一点 前方的这个 这个呢 我们就用到山水里边的那种 是吧 接下来我觉得就是 脱笔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看清它这种转折关系 尤其到前方 你看更重一些 一直挂到咱们下载端啊 一直挂到咱们下载端啊 包括下方的一个星 基本上 线勾完以后啊 你看它后方的这些位置 啊 就是用到了 蹭 之前说过 辅批是不是 连笔根都要送到位啊 前方 我们这一块是要留白的啊 Guin星 嗯 这么一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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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它吞一个大盖 然后他们两个前后交接的位置 稍微的来一点淡漠 把这个里边的非白呢 给它弱化一些 这里面可以来一点 谢谢大家 这块赶紧跟上 如果紫皱得太厉害的话 那可能是紫不太好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点皱 如果咱们水大的话都会有点皱 但是如果太厉害 那就是紫的问题了 水分太大的话呢 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至于会太皱 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 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尤其是到染水分大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四个角要拿东西压住 四个角压住 然后染完以后呢 它在自然干的过程中 你这个四个角压实了它 它就自然的在干的过程中就撑平了 这也是一种方法 就像我们拖画一样 好 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啊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上边的这个液晶勾一下了 勾液晶 勾液晶的话呢 用中墨偏重 不用浇墨啊 不用浇墨 这个时候你就充分的去感受一下 线条的它这种起形收 因为是直线 半干不干的状态勾兑好了 好 3分 那到两侧呢 你看这两侧的话 它肯定要稍微的比前方的这个木耳要略微淡一点 要注意区分啊 注意区分一下 谁问的问题 一个月的几条件 对 感谢观看 咱们这个叶子它跟在花哲里学的那种牡丹啊什么的叶子不太一样啊 没有说固定的洗根筋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白石通啊 咱也不是花花鸟的 好 好基本上还有后边这一块是吧 后边还有一点点 这个都不用看那个案例 直接顺手过就行 越自然越好 浩浩老师就在我高聚啊 后边它这个芭蕉就基本上解决了 画上这个芭蕉以后咱们就开始啊上肤色啊 还有就是说明一下我们这里边有金色但是呢平常都是偷浩浩老师的金啊浩浩老师走了以后就没有金色用了 咱们只能用其他颜色代替了啊 就是藤黄加珠标啊有金色的同学呢啊可以这个用金色直接上就行了 脸部啊还是和我们之前的画女性的这种颜色一样啊都是一样的 然后顺便呢我们把这个藤黄啊珠标啊花青都一块挤到我们的盘子里就行了 没有脚链你可以加一个脚链这没有关系这种问题都无关紧要啊 连想加都可以可以加一个啊加了肯定比不加好看 嗯 腾黄还有小石带入花青 猪标来一点 猪标 猪标也没有 猪标 现在没有猪标 那就用猪砂代替吧 好 先调一个脸部的颜色啊 先加泰白 肤色可以略微亮一点 所以泰白啊 稍微比我们之前多一点就可以啊 多一点太多了也不行 太多了显得太粉漆 太白加猪砂 然后一点点那个三率 淡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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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肤色的地方呢 无非就是 头 手 脚 注意把眼白留一下就可以了啊 其他地方呢 尽量是按照从外往里的画法 还有他这个眉心的这颗红质 留住 所以我现在应该觉得 有点好 有点好 尤其是 尤其是 全部都在做 都在开放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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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了它脖子啊 脖子一直到这个下边衣服这一块 也是属于肤色的部分 是属于肤色的部分 是属于肤色的部分 它这个调色就是比较城市化的 你看学过花鸟的同学应该心里就比较清楚 什么颜色什么花瓣是用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调的 它就是那种城市化的东西 就类似于戒子圆画谱这种东西 当然也没有说是非常固定的这种调法 有时候呢会进行微调啊 那我们平时在画的时候啊颜色的盘基本上是不刷的啊 基本上不刷 然后调出来颜色呢 肯定比咱们现在的要略微的灰一些啊 它会稍微好看一点点啊 但是咱们要调的话就有可能调脏了啊 基本上全屏图完一个颜色以后呢 下一步那肯定就是加一个稍微重一点的肤色 稍微重一点 跟咱们之前画的比呢还是要含蓄一点啊 含蓄一点用一点点朱砂稍加一丁点的花青 咱们先知道了这种法度以后啊 在接下来画的过程中你可以掌握的比较好了 再把这个法呢给它破开啊 破开 千万不要就是把它画死 因为好多规矩啊 它都是人定的 但是呢你如果从头到尾一直是循规导具 那这个画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 它基本上也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感觉啊 调一个比刚才稍重一点的在哪些位置 还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几个地方啊 它的这个眼眶眼眶处 其实这个上颜色它也是需要有起形收啊 注意体会一下啊 眼角部分 也是需要有起形收的 就具体的颜色它都是这样 你每一笔都要把这个体形收啊给它伸展到位 所以说黄冰红它说画看一张画呢 就看一个画的角就行了啊 就能知道这个人画的好不好了啊 就是看它这个用笔啊 还有就是它一个局部的处理 有没有这种意思 就算集中了一个点 那也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下巴这块 起形收 起形收就分为三种 是不是啊 实起虚收 虚起虚收 还有呢就是实起虚收 虚起虚起虚 然后手部就是它指缝与指缝之间的这个空隙 还有你看手掌和手腕的这个缝隙 是不是啊 也是需要去稍微处理一下 它加了和不加了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手心处这个 不会做一些无用功是不是啊 角的话那也是同样道理啊 角 那脚部和衣服的它这种这个交叉的位置 也稍微来一点 包括后边的这个胳膊 再加一点 第三步就是上血色了 到现在为止 还有没有同学不清楚我们这三个三变颜色都是什么颜色调的 还有没有同学啊 应该没有了吧 是吧 应该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肤色的这个几种上法比较熟悉才对了是吧 就有时候轻重把握不是那么好 第三个就是用我们的弹珠沙 调色的过程中之前跟大家说的是咱们笔尖笔度笔根也是有变化的 并不是调色呢 就是调一个非常生硬的颜色 平涂上去就罢了 你只有把这些该注意的点全都注意到了你的画 层次上才会丰富一些啊 在这个眼睛 是吧 上眼皮上方 一头处 是吧 燃怎么会那么慢呢 因为你像国画里边沟应该是最慢的 是不是 穿就快 雪色 再说一遍啊 基础肤色是用太白加一点点珠沙 然后一点点三绿去调的 调完以后呢 整个平涂眼白要留住 是吧 这是第一遍的啊 第二遍的话呢 就是重肤色 重肤色是用珠沙加一点点花青去染这个底面处眼眶 两个眼角 鼻子底部 嘴角 包括嘴唇下方 下巴 到了 手呢 就是指缝与指缝的交接处 第三遍 雪色的话 没有其他的这种东西 就是淡的珠沙色 珠沙色 雪色 染到我们脸部 稍微红了一些的地方 染色为什么会那么慢呢 我就是有点想不通这个问题啊 沟是最慢的 其次是吞 然后点又慢 染是非常快的 染为什么会那么慢 这个时候呢 你看他嘴呢 也是先给一个淡的珠沙色啊 脸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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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趁湿染 稍微淡一点 不要一次过重 待会呢 可以再加 让耳垂 这就是下巴处 上次呢 我们后边咬肌的脸颊薄 这个地方 对了 稍微来一点红润的颜色 这第一遍呢 是淡一点的红润颜色啊 手上的话就是手指图啊 指尖 这个是我们每节课 都固定不变的一个套路 等干 我们不都是趁湿染吗 需要等干干什么呢 手掌稍微红了一些啊 脚的话 那就就是他的脚指尖 以及脚后跟这个地方 会稍微红一些 再就是呢 他这个 走关节这个位置 也是略微红一点的 稍微红一点 第三遍雪色的话呢 第二遍雪色的话呢 就是用比刚才啊 稍微重一点的朱砂 都不敢动吗 因为都跟不上 稍微重一点了 然后你看嘴唇处 嘴唇呢 先从这个口风线这个地方 开始染 然后到嘴唇 也不要太重这边啊 上唇 再就是下唇的这个中部这个位置 衬湿嘛 是吧 以点染的这种方式啊 不然它就 晕开了 然后眼角 内眼角处 外眼角 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内眼角稍微点一下 那主要是怼唇这个位置 是吧 好 这个染完以后呢 剩下的几个颜色 你看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嗯 我们把其他的 上去 先从它头部这一块啊 头部的装饰品这块开始 这块呢我们如果没有金色的话 就用藤黄加点珠标 藤黄多一点 珠标呢 稍微少一点点 再加一丁点的三绿啊 藤黄 我再没有珠标 我就加一点点珠沙 加进来 一丁点三绿 这样不要加多 藤黄 加一点点珠沙 加一丁点的三绿啊 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位置 手串又变了一个颜色 好快速的把这个染完 它这个穿过胳膊的衣服飘带呢 就是一个淡花青 淡的花青色 对这么小的地方呢就是平图啊 它不可能再去找那种 非常微妙的颜色变化 它也不是说主要用颜色的是吧 它是用墨 以墨为主 淡的花青色 淡的花青呢 是它穿过来的这个飘带 这块 在调的过程中 你的笔墨 就你的颜色 会有点变化 就随着你的笔的行笔 因为这个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调色呢 笔头笔根笔度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即使你是平图 你也不会涂成一个片 也会涂出层次 淡花青 腰带就是什么样 就是朱砂色 腰带是朱砂 你看我现在笔头是吧 和笔根笔度它是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我随着我先画前方的这些位置 前边呢 它肯定会稍微的重一些 后面 在用笔的过程中呢 它就略微淡一点了 所以这个平图 它和那个平图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朱砂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朱砂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颜色呢 你看地面和我们下边这个立面 它就会有一个区分 地面是偏褶石 它俩正好有一个相反的成分是 地面是褶石加一点点花青 而下方是花青加一点点褶石 再加一点淡墨 它们有这样一个区别 地面是褶石 地面是褶石 淡的啊 褶石加一点藤黄 加一点藤黄 再加一点点花青 褶石加一点藤黄 这个要多调一些啊 面积稍微大一些 再来一点花青 不要调太重啊 地面的颜色千万不要调太过 过了以后 它就往前跑了 点花青 注意在染的时候 我们靠近人物的地方呢 先给它啊 预留一部分 你免得阴过去啊 靠近人物的位置 要稍微小心一些啊 稍微小心一点 适当的留一点点非白没有关系 不要直接就是全部平刷了啊 一点非白都不留 它就没有这种笔触感了 下方是不是正好相反 下方就是用这个花青 加一点点褶石 跟我们上方正好是相反的 哦 裤带忘了涂了是吧 再加上去再会儿啊 花青加一点褶石 然后略微的来一点点淡沫 略微来一点淡沫 把下边给它换上去 这样正好形成了一种冷暖的对比 是吧 裤带这一块儿 少了点珠沙 这两个颜色有同学有疑问吗 一个是褶石加藤黄 加一点点花青 就是咱们上方的 下方呢 就是用这个花青加点褶石 花青加褶石 然后到我们白色的衣纹呢 白色的衣纹 这一块儿就是纯淡沫 也可以用我们鼻息里面的水 鼻息里面的水 同样是要有起行收 你看在线的一侧起行收 鼻息里面的水都可以 在这个线的一侧给它染上去 白色衣纹 白色衣纹也是需要去预染一点的 不要太重啊 千万不要重 它就是一个晾的东西 晾的衣服 不要怕重了 鼻息里面的水就行 再线的一侧 你看还有后方这一块儿 下方这些底面处 头巾的这个下侧 都要给它去分开 找一些衣纹的一侧 衣纹线的一侧 你想它里边这个胳膊的两侧 是不是也是要有的 把这个给它交代一下 把这个给它交代一下 这个可以给它画的稍微厚一些 厚一点 拿近一点 画的厚一点 还剩下一个小瓶子 小瓶子呢它表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三青色 非常淡的三青色 就是一个非常淡的三青色 直接点上去 点上去就行了 小瓶子 淡三青 非常淡的三青色 非常淡的三青色 然后这个叶子 然后这个叶子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绿色 但是它那个绿 不是直接用三绿 不是直接用三绿 一点点花青 加一点点藤黄 就调出这个绿色 一点点花青 一点点藤黄 嗯 左胳膊的手环是吧 也是一个猪杀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颜色就到位了 但是还有一点需要调整的就是我们这个菩萨的身后 你看它是不是像有一团这个光圈啊 咪在眼睛看的话呢 它会有一点点飞白往前跳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我们BC里边的水 BC里边的这个水 去把它这一圈略微的统一一下 稍微压一下 不要让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跳出来 你包括呢 它后边这个飞白 露白的地方 你密点您看 能看到比较明显的 往前跑的这种白点 用BC里的水去同意一下 不要让这个白往前跑 要呆在它理所应当 应该带的位置就可以了 还有它这个梗的 是吧 这种白的 往外跳的点 淡淡的敷上一层BC水 BC的水啊很好用 它是一个很协调的颜色 该压的都压住 那这张画就完成了 是不是啊 看一下效果 你看它这个很淡的水 还在这儿是吧 有些层次呢 你如果不花时间去做的话 它肯定 它就没有啊 所以说层次这些东西呢 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这个对比啊 这种去区分啊 给它画出来的 哎对 这张画呢终于结束了 两节课的时间 好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 背景是什么颜色 背景是鼻息水的颜色 啊 鼻息里边水是什么颜色 你就用什么颜色 芭蕉叶的行笔吗 芭蕉叶的行笔的话 芭蕉叶的行笔的话 你看自如的情况下呢是这样的 哎 是不是啊 自如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不自如的情况下 这种吗 就是你每一笔之间 其实有一个连贯的过程 你看啊 我重新弄一遍啊 重新弄一遍 第一笔 可以 那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是不是啊 他这样是连贯的 金色是用藤黄加一点点珠标 再加一点三绿 有眉心是珠沙啊 眉心我点了 自己点上就行了 眉心就是一个珠沙色 走步不用 走步 对关节那个走那个地方 要稍微的复勾一下 稍微勾一下 等它干了以后再勾完 凤无语 你不要问那种不良的问题啊 坑黄加珠沙加三绿 我应该是用珠标 我没有珠标 所以用珠沙代替了 好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是吧 好 那我们这段话呢 就到这结束了 好 同学们也辛苦了啊 咱们两节课完成了一章 就是珠沙色 好再见啊